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中国现代历史上 1937年的今天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 卢沟桥事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场抗日战争 经历了八年 最后日本侵略军的 总司令 刚春宁次 作为日本代表 在南京向中国代表 递交降书 无条件的投降 这段历史 随着国民党政府 策队到台湾之后 每年都会纪念 但是 21世纪之后 随着政党轮替 和两岸关系的变化 台湾政府 为了和日本政府 拉近政治距离 开始了 叮叮点点的 篡写 以及抹除那些 关于抵抗日本 帝国主义的历史记忆 今年7月2号 蔡英文总统 在桃园参加 以为战争 127周年 纪念活动的时候 她全程讲话的重点 都只有 保台 护台 却刻意回避了 1895年 以为战争 台湾人民 抗日的历史脉络 民进党这种 对日本帝国主义 殖民犯罪历史 视而不见的 政治态度 不但讽刺地出现在 这样的纪念仪式上 甚至于 还出现在 立法的条文里面 由民进党主导通过的 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的第三条 威权统治时期的定义 他们只将 转型正义的历史词典 定在日本投降之后 而不去清算 日本帝国主义 殖民威权统治的罪行 这个不清算 等于抹灭了 包括我们原住民族 先人在内 台湾人抗日的历史意义 继续承认 日本帝国主义 对原住民族的 殖民压迫的合法性 所幸 关切台湾原住民族 历史秘密的史学家 大有人在 我的老师 傅琪教授 就是其中之一 傅老师在他的著作 《日本治理的台湾的记册》 李帆这一本书里面 他介绍了 1902年 台湾原住民族的 七七抗日 也就是赛夏族 泰亚族 联合汉人 共同抗日的南庄起义 1902年的七月七号 天还没亮 赛夏族头目 日阿拐 还有泰亚族的头目 泰路 率领了部落的族人 趁着暴风暴雨 袭击了大南 风尾 还有大河东的 爱勇监督所 战士们切断了爱勇之间的电话线之后 袭击了日本军营 前一天 日阿拐率领800人 已经将南庄之厅团团包围 日本军方认为 这一次赛夏族和泰亚族联合汉人 所谓的抗日土匪启示 是激烈的抗日行动 必须要派兵镇压 9月初 日军镇压南庄起义之后 继续的杀进泰亚族的马纳邦社 11月 日军在挺进泰亚族的北市群 一路追杀抗日分子 另一方面 日本的先兵对赛夏族 泰亚族 还有各部落 展开了分化 劝降的工作 1902年底 日本宪兵先后安排了 两次所谓的归顺仪式 准备击杀两位头目 但是两位头目 对于日本军警是非常警戒的 不愿意一同前往 10月21号 只有泰亚族头目 泰路 他率领族人参加 11月16号 日本宪兵跟日阿拐 举行了埋石的盟约 两天之后 日本宪兵他发动了突袭 泰亚族头目泰路被杀 赛夏族头目日阿拐负伤逃脱 两年之后 也去世了 南庄事件为什么会爆发呢 归根究底 就是日本帝国主义 为了殖民利益 要收夺南庄原住民族市居的土地 这边土地上有什么呢 有张老 台湾北部和中部的山林 曾经有过繁盛的张树林 上千年的老张树非常的多 张老是用张树干 熬煮蒸馏提炼出来的 1887年瑞典的化学家和武器制造商 阿弗列诺贝尔 他们用张老做原料 研发出了威力更强的新式无烟火药 而这种火药 引起了帝国主义国家的注意 很快的张老就成为19世纪末 20世纪初国际贸易关注的重要资源 远从清政府嘉庆年间 在台湾开墾的汉人 就已经向当地的原住民 缴纳租金 收张墓 制造张老 缴租金就是承认了原住民族的土地所有权 但是日本殖民占领台湾之后 马上就发布了日令第26号 官有林业及张老制造业取缔规则 就是想要侵占资源丰富的原住民族的土地 夺取张老的垄断利益 经过了几年的土地调查 发动过1901年到1902年的清剿抗日分子的土匪大讨伐之后 1901年开始规定 张老是由日本殖民政府专卖 为了要实行张老专卖 为了要取得张老的资源 必须就要夺取援助民族的土地所有权 所以日本殖民者对于南庄事件的镇压 才会如此的彻底 泰亚族头目泰鲁 他生前针对日本殖民政府 允许日本张老制造商插杯力戒 侵犯原住民土地 圈地做张老这件事 曾经质问过殖民者 他说 把我们土地上的树木 在毫无商量的情况之下 就随便卖给别人吗 我们生命所托付的土地 允许别人来开垦吗 发生这样的时候 突然宣称已经得到政府的同意 而开始采伐或开垦的粗暴行为 这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事 如此藐视我们 这是政府的正当行为吗 我认为土地是我们原住民族 生命的托付 一旦被剥夺就会是我们族人 生死存亡的大事 非战不可 那寡不敌众 战败流亡 最后克死陆场部落的热阿拐呢 热阿拐在1904年去世的时候 他先穿上了赛夏族的传统服饰 外面在套上蜻蜓赐给的官服 头上绑着红布条 棺材里面放进了刀还有枪 还有五十两的银子 热阿拐的意思非常的明白 就算是做了鬼 他也准备带着银梁拿起武器 继续从黄泉路上出发 去报这个强我土地 灭我族人的血海深仇 这就是原住民族 祖先留下来的遗志 凡是灭我族人 强我土地的人 我们的战斗四死不休 这就是原住民族先人传承给后代的抵抗意志 今天是7月7号 我希望这个历史事件 族人们千万不要忘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